好大家看我周面 废话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今天讲JUnit 当然老师讲的JUnit 和原来的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第一我们讲最新的JUnit 第二我们讲JUnit里面比较新的内容 你放心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这个应该你以前是没有听过的 好 JUnit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文档 只是提示性的 课程上完之后呢共享给大家 我把它打开 我们就按照提纲来讲 第一个是什么是单元测试 然后为什么要进行单元测试 我们写JUnit的Hello World 我们会放弃那种旧的Hello World JUnit里面的Azert 旧的断言 使用JUnit的那种Hemocrist的断言 Hemocrist是另外的一个包了 一会儿讲给大家听 解释一下Failure和Error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会讲JUnit的Annotation 会告诉大家怎么运行多个测试 会告诉大家学习JUnit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一点点来咱们说什么是单元测试 什么是单元测试 这事还得通过写程序来解释这概念 你有一个新的Java Project Project名字就叫JUnit4 现在JUnit的最新的版本是4.7 不过它仍然是属于4这个范围 所以我就叫4 你有一个新的class 起个名 我起最简单的就叫T 没什么意义 就为了说明JUnit的 com.b.上音堂.JUnit4 finish T里面有一个方法 Public 输入法切换一下 Public int add interax inty return return x 加y 我想大家都明白这方法是什么意思 那么什么叫单元测试呢 单元测试就是这个意思 单元测试是说我写了个类 但这个类将来是给别人用的 我写完这类里面的方法会不会有bug 这个我不知道啊 怎么办 我测试一下 现在的方法不是简单 我指的是将来你如果写了一些类裤 然后给别人来调用 里面的方法就可能会比较复杂 这时候你给别人调的时候 他调完你的方法之后 最后的结果是错的 是你的错还是他的错 这种事情是很难确定的 所以你在给别人用你的类裤之前 最好能确定你的方法都是正确的 怎么确定 唯一的办法当然就是测试了 大家我以前写测试应该都这么写 public steady void 写个may方法 然后呢 给俩数 说inter z等于 6一个t 调用他的add方法 3 5 然后自己呢打印出来 println z 写一下看看 看是不是8 如果是8 说明我原来的方法是对的 如果不是8 说明我方法是错的 这是我们原来的一般都这么来做测试 这种测试当然很土 这种测试呢 当然非常土 刚才有同学说屏幕不动 我暂停一下 屏幕大家会动不动啊 告诉我一下 到底是他那不动 还是说大家会都不动 正常 哦那我知道了 那可能是同学你那那个延迟的问题没准啊 好 同学们 我们接着来谈这问题 就是说这是我们一般呢都是这么这么写测试 这么写测试用mav也就是用mav方法来测试好不好 直接说不好 原因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定义了一大堆的方法 每个方法你都要写个测试 你在mav方法里面一个mav方法能搞定吗 能测试多个测试吗 测试多个方法 有的人说也可以啊 我写的一起呗 然后观察每一个结果 第一他会乱 第二个再说一个情况 如果你有多个类 每个类的测试你都写一个mav方法 80个类你写了80个mav方法 你要做一遍测试的话 这就麻烦了 你得80个挨着盘着用手 让他们运行一遍 然后再用眼睛去观察他们的结果 假如80个类更新了72个类 你还得用手运行72个类的mav方法 然后再用眼睛去观察他的结果 所以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低 所以用mav方法做测试是不好的 总结一下 什么是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就是你写了个类给别人用 你确定你的方法对不对 怎么办 你写个测试 写测试的时候呢 最土的方法是用mav方法 mav方法测试并不好 为什么 因为不能一起运行 80个类里面mav方法一起运行 没听说过 第二个 大多数的情况下 需要人为的观察 输出的结果 到底是不是正确 这样的话 太浪费时间了 在一个大的工程里头 你这么定 是绝对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用一种 自动化的单元测试框架 那就是Junit 在正式的讲Junit之前 我们大概谈一谈 为什么要进行单元测试 有很多刚入门的同学 其实他可能并不太容易理解这一点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进行单元测试 像这种破方法 我还用测吗 肯定是对的 其实也不一定了 如果是超了数值的话 这反馈应该是浪啊 像就是像这种普通的小屁方法 还用我测吗 拿眼睛看看 我就应该知道它是对的 为什么我还要花点时间 再去做测试呢 我每天这么宝贵的时间 不用来做开发 有没有哪个同学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做单元测试 为什么 Why 学渣吧 吃饱饭说设计 什么意思 没看懂 Junit说一群人干活啊 这个也没看懂啊 三个X说 保证单元的卷钱 孟范瑜说 推卸责任 我觉得这个还有点道理 风说省得后期麻烦 升级的健壮性 我觉得大家伙呢 能够说出一些个点来 确实是这样 其实呢 你要写单元测试 当然要花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你平常的工作时间 这时候你写的方法什么的 写方法的写正常的这种业务逻辑上的方法的时间 当然就减少了 它的好处就是 它能够确定你写出来的方法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只要运行一下测试 确定我这没问题 交给别人去用 那么在你这种方法建筑的基础之上的 另外的类就更不容易出问题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还还有一种叫提高士气 就是说你写完了之后呢 一运行测试 发现我这没问题 你的士气会很高涨了 这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情况 为什么要花时间 在我们真真正正交付项目之前 做一定的单元测试 为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比较深层次了 以前呢 曾经有人做过调查 说一个软件项目 软件项目的生命周期 大家知道从需求开始 到开发 到测试 到部署 部署完了之后呢 有一个后期维护的过程 维护和升级 同学们 你们能不能够 就你们了解的情况告诉我 在哪个阶段 花的钱是最多的 成本是最高的 我再说一下 就这么几个阶段 需求 分析 开发 测试 部署 维护 在哪个阶段 他需要花的人力成本 还有花的钱 是最高的 你们认为是哪个阶段 哇 同学们水平不错呀 大家都告诉我说维护 没错 这是以前的调查 同学们 这个调查是说 大多数的软件 软件的项目 在后期升级和维护的时候的成本 平均能占到整个全体成本的60%左右 当然中国项目呢 跟这个老外的项目还不太一样 这个好像还不能够完完全全的 像这么匹配过来 正因为说后期的维护占到60%左右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说让把程序提前写的比较坚壮 而不是说我里边写了二十多个方法调用之后再去看 哦 里边出问题了 再回头来再查 那种效率就太低了 与其这样 我不如前期多花点时间确认我这些方法是正确的 我再交付给别人 让别人去调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后的综合成本算下来 反而比较低 所以这就是JUnit存在的 就是单元测试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降低后期的成本 大家能理解老师的意思吧 不过后来我说回来 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 中国的情况 我刚才说了 和老外的情况并不太一样 第一中国的很多项目就是这种增删改查的项目 这种项目你写不写单元测试 问题并都都不是特别大 因为一般的逻辑对了 他就不容易出错 所以你写不写单元测试 问题都不是特别大 第二个 这个就牵扯到现在这种软件现状了 中国的很多软件项目 大家知道 都是写给谁的 大家知道吗 大的企业 大的集团 大的公司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是著名的就是形象工程 形象工程就意味着 有这东西我就行 没这东西呢 也没什么关系 有这东西领导下来检查 我一说 哎你看今年我花了一笔钱 上了一个什么什么系统 现在有H1N1 我上了一个H1N1的管理系统 你看多少 这是我的业绩 这仅仅就是个业绩 他真的会关注这个项目的 具体的这种质量吗 这个软件开发的质量 到底健壮不健壮 很少 那既然客户都不关注 开发公司能关注吗 他也不关注 他又不关注 你平时还写这油腻他吗 开发公司都说了 你反正抓紧时间给我开发出来上线就行了 搞什么搞 花这么多时间还写单元测试 自己测试能通赶紧上线 赶紧收钱了就 这也是一种情况 所以现在有很多公司 单元测试 其实他们都不写 虽然我在这讲 但是在你真正参加工作 你会发现 有一些公司并不写 咱们在这讲的都是理论模型 当然 有一些给电信啊 金融啊 银行啊 这方面写软件的这些公司 他们就有可能用了 因为这些客户已经比较成熟了 他们更关注软件的质量 好 刚才有同学 他好像说提问 说那个 说他说有点迷惑 他说测试不是测试人员干的吗 我是开发人员啊 这个你是对测试这行业不懂 信败局我告诉你 测试人员测的是整个系统上线之后 他的功能到底正常不正常 他的性能能不能达到 开这种设计上的要求 但是测试人员 你自己想想 有没有办法给你测一个方法 有没有 这些方法是你们自己定的 自己内部人员定的 他有办法给你做测试方法吗 他没办法 所以就是咱们到最后是完成了一个发动机 可是发动机的话 在内部的那些螺丝测试人员是不管的 只是说发动机完成了之后 放到他呢 他会进行质量检查 那是测试人员 信败局 听清楚老师的意思了吧 OK 讲了一点话题之外的内容 不过就单纯的提高我们的软件质量来说 单元测试还是很有必要的 单元测试的一个工具叫JUnit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 如果用JUnit来进行测试 这时候的测试会是什么样子的 Eclipse本身是带了JUnit的包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写 New 首先呢 我们一般的应该把测试的这个类 和我们开发的类给它分开 约定组成的 放在Test包 这个下面 New一个新的 往下看 它有一个选项 叫JUnit Test Case 大家注意 在New一个JUnit Test Case New这种类的时候 它有两种模板 第一种是JUnit3 不讲它了 过时了 我们用JUnit4 写这个类的名字 这个类的名字呢 一般的也约定 缩成这么来起 就是你要对哪个类进行测试 我对T这个类进行测试 后面再加上Test 从这一个名字一看就知道 哦 是对T这个类的Test 在JUnit自动帮你生成的代码的里头 你还可以选 Class Enter Test 也就是说你要对哪个类进行测试呢 你自己可以选 Browse 我们要对T这个类进行测试 就这个类 当你选中它之后 选Next 这里面还让你还可以选 我要对T的哪个方法来进行测试呢 我可以对Add的方法进行测试 Finish 当你点Finish的时候 他说JUnit是需要一个炸包的 你要不要把它加进来 注意 Eclipse自身是带了JUnit炸包的 如果你不想用最新版的 就用那个JEclipse自带的 那你就让它自带好了 我一会给大家演示 你从网上下载下来之后呢 你自己怎么配 好了 这样的话 它就自动的帮你生成了一个方法 生成一个类 类里面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默认就叫Test什么什么 看它的引入的内容 它引入了一个叫 OrgJUnit A3rd 这个类 A3rd点星 注意看这种引入 它叫做Import Static 这个叫静态引入 静态引入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意思 OrgJUnit A3rd 本身是个类 听清楚 这是一个类 并不是一个包 大家看在这个类里面呢 里边是直接 有好多的静态方法 这些方法呢 全是静态的 前面 你看这里带着小S的 大家喜欢大S还是小S啊 俺喜欢大S 比较来说啊 俺更喜欢宋慧桥 看下啊 好的 这是一个类 里面有静态方法 同学们 大家应该清楚 平时我们用静态方法 怎么用呢 我们会这么用 保存 用静态方法的时候 我就会这么写了 A3rd点 什么什么 我们当然会这么用 ZDK5之后呢 增加了一个新的语法 Import Static 静态引入 静态引入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类里面的那些个方法引入进来 那么在下面你就不用加上A3rd点了 直接写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比如说Fail Fail本身就是A3rd这个类里面的一个静态方法 比如说A3rd reequals 它就是A3rd里面的静态方法 讲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会听明白了没有 给我一个反馈 OK 我问一下 有几位同学那个屏幕是卡的呀 要不卡你就不用说了 不卡就不用说了 来者是客老师讲的什么内容 讲的是JUnit 有点延迟 不动 还有吗 卡 是不是卡的这些同学 你能让的网速 是不是有点慢 不卡的多 如果是有正常的有不正常的 这个很可能是网速的问题 好 我们再往下讲一点 我们把这个小程序呢 给它调正常了 保存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自己用Eclipse来帮你生成一个test 在test里面 我们先不写这种fail 我们随便写点东西 system out print line test 我们先看清楚呢 怎么运行这个测试 当然我就直接写吧 在这写 写什么system out 不写了 我要测试那个add的方法 我怎么做 我当然应该这么做 大家看这里 我说int 再等于 new一个t 掉它的 newt的引入进来 引入 newt 我掉它的add的方法 传一个5进去 传一个3进去 好了 看完屏幕 在原来我们需要把它打印出来 来确认它到底对不对 如果我们用了这unit 这unit本身 在这个类里面 有一大堆的方法 以assert开头 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 assert这个英文单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assert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 assert叫断言 其实断言这个词呢 应该来说 还是有一点那种文质彬彬的感觉 断言 其实说白了就是判断 判断一下到底对不对 比如说 在assert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方法 assert的点 好 其实我刚才说过了 上面是静态引入 是不需要敲assert的 所以你不用assert的也可以 直接alt斜杠 它也能给你提示 我们找到其中的某一个方法 这个是比较直观的 找一下看看 我们来看这个吧 assert的equals assert的equals data 换另外一个 把这拉大一点 assert的equals 看这个吧 大家看这个assert的equals assert的equals 就是判断是不是相等 不就这意思吗 什么相等的两个参数 z 对不起 我们期望值 8 实际值 z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期望的值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8 那么 你给我判断一下 最后你的这个z和8 是不是相等 如果相等 就算你判断通过 如果不等 就算你测试 失败 那么说明你的方法 逻辑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单元测试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单元测试该怎么进行运行呢 这个运行起来特别简单 直接在这个测试类上点右键 或者是直接在方法上点右键 我们在方法上点 run as 后面有一选项 叫Junitest 运行一下 好 大家请看 这个方法就运行了 运行的过程 arrows没有 failures没有 说明测试通过 所以呢 在 在 就Junit的这个测试领域呢 有一句著名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 我跟大家说一下 有一句著名的话 叫什么呢 叫 keeps the bar green to keep the cold clean 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听明白 再说一遍 叫 keeps the bar green to keep the cold clean 我给大家敲一下 keeps the bar green to keep the cold clean 就是保持你这个状态条 是绿颜色 就能够保证 这个代码是干净的 没bug的 keeps the bug green 不是bug吧 keeps the bar green to keep the cold clean 也就是说 其实是这个意思 就在Junit测试通过的时候 这个颜色是绿的 如果测试不通过 你比如说 我在这里写酒 判断一下 酒和Z是不相当 当然他不相当 运行一下 OK 你会发现 这个颜色就变成 别的颜色了 红的 你这个颜色 只要不是绿的 说明你的代码就有问题 OK 所以呢 这个叫 keeps the bar green to keep the cold clean 那么有的同学 在这里会跟我抬杠 说老师啊 有毛病啊 原来我们就是 直接那个 system out 打印拿眼睛看 你现在不就是说 让程序自动的判断了一下吗 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当然很多 好处在于 你以后只要自动的 让他运行一下 看眼睛 一半就知道能不能测试通过 还有一点 如果你在这个里面 有两个方法的话 你可以同时让他运行 你用main是做不到的 第三一点 你用不到人工了 程序就帮你判断了 到底你的测试结果 对不对 你不用去眼睛去看了 这就是Junit 带来的一个优势 当然 大家要知道一点啊 在这里提醒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除了Junit之外 呃 测试框架呢 并不只有一个 除了Junit之外 还有其他框架 比如说现在也比较火的 叫TestNG 你要感兴趣 可以研究一下 不过目前在项目里头 用的最多的 还是Junit 啊 好了 大家伙呢 消化一下刚才的 这一小段 我把屏幕给大家录制一下 好吧